虾米小葱蒸豆腐 主角当然是水豆腐啦 拿一个空盘,将水豆腐打开,翻入盘内 再五分钟 虾米浸泡汁融化,去除杂质和剩下的夹壳 取一个小圆葱 皮剥开剁碎 热锅加油 加露虾米 加露虾米又在跳舞了 加入洋葱 加露虾米 加露虾米又在跳舞 加露虾米又在跳舞 加露虾米之稍微 加露虾米又大阻加 肉煮酱 取出,把多余的水分倒掉 将刚刚炒好的小葱酱汁淋上 健康美味的小葱酸豆腐完成啦 喜欢我的视频吗 请帮忙订阅跟点赞哦 更多的分享视频将会一一的呈现给你们哦 感谢观看